張浩又一次來到鄭芳航空到一半突然自殺的現場 在法醫和法政的同事現場取養完畢之後 犯人被帶回法醫室 現場都已經徹底解封了 但是短期內應該沒有人會走這條路 張浩有點煩躁地點了一支煙 大力地吸了一口 然後又吐出氣 真是邪 四周圍望的時候 看著遠處經過的電動車 張浩突然之間想到了 木亭提過的電動車 還有從小吳那裡拿回來的電動車截圖 不由自主地向著小吳發給她的電動車出現的那條路走過去 張浩有一種預感 或者找到了這個人 就可以得到這個案件的答案了 就在她剛剛經過一個轉彎位的時候 一部電動車從她身邊開過 而剛好看著另一邊的張浩就跟她擦身而過了 等到再轉回頭 電動車就已經不見了蹤影了 在整個老城街區 走了三圈都毫無所獲的張浩 然後捕著整套火就返回警署 帳號一腳踏上辦公桌 調戲好不順地扯了一下條胎 這個時候 同路走進她的辦公室 成哥 你走了之後 林谷那邊派人來了 整方的案件不用我們管了 交給相關部門跟 結案報告都不用潤色了 林谷收了 帳號激到把握火 立起旁邊的紙巾就扔過去了 頂你不早點說 我在老城那邊走了整個圈 累死我了 說完之後 張浩並沒有露出輕鬆的樣子 他皺著眉頭 總是覺得 這件事有點怪怪的 張浩疑惑地問 林谷他沒有說其他話嗎 同路接著包紙巾就在那裡笑了 沒有說 就說我們都辛苦了 還說讓我們放一天假 唉 都結案了 浩哥 走吧去喝酒 張浩說 不去啦 我要回去睡覺 我踩了幾萬通頂 同路走過去 一手就踏上了張浩的肩膀 不要啦 浩哥 你看看你 還在那裡裝了蟹 反正你都踩了幾萬通頂 都不爭就踩多一晚 走吧 全世界在等著你 最後 張浩還是被人抓去 喝了整晚 晚黑 黃昏的父母 全部都落班回家了 一進門口 一個好可愛的小孩子就走上去 軟糯糯地喊 爸爸 媽媽 趙永好開心地抱起兒子 寵溺地笑著說 我們彭彭真是乖的 都喊得這麼清楚了 黃巡都在一邊附和著 是啊 真的啊 來吧 來爸爸那裡 爸爸抱一下你啊 黃昏在旁邊冷眼看著他 也都不出聲 他們家裡 一向都做男兄女的啦 父母也是公務員 以前未開二胎的時候 因為生了黃巡 他媽媽都罵得不少啊 最厲害的一次 他媽媽被打到進了醫院 後來 他爸爸的官 越做越大 一直做到了現在的區長 他媽媽更加是看不慣他媽媽 即使他媽媽是教育局的領導 他媽媽還是覺得 這樣一個連兒子都生不出的女人 配不上他做區長的兒子 直到三年前 開放二胎 他媽媽即刻醉生 還一舉得男 他媽媽總算是消停了 他們一家都算是過上了太平的日子 但是 隨著弟弟彭彭的出生 全家人的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彭彭身上 從來沒有人考慮過他的感受 除了每個月 雷打不動的零用錢就沒有缺過 王媛在這個家裡 整個透明人 他還記得 小時候媽媽介紹他的名字 王媛王媛的王家的愛女 呵呵 什麼狗屁愛女 都比不上兒子 更何況 他早就覺得這個弟弟有問題了 說就說兩歲多 但是 認知都不如那一歲的小孩 不會是傻的吧 王媛在心裡 很不舍地想 在父母和弟弟 才更像一家人 雙親雙愛吃飯的背景下 王媛覺得 自己真的還沒吃就飽了 他啪一聲 放下筷子 我吃飽了 好 好 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好 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趙詠 一會兒就走 真的是傻兄 趙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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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房间了 哇,多少深 彭彭被吓得哭了 不停控制运那里 彭彭在那里哄她 啊,彭彭不哭 彭彭不哭啊 妈妈哭了 没事了,没事了 彭彭乖 彭彭很乖的 我们吓不上的 叫完之後就把彭彭紧紧地抱在懷中 王秦怒到飆了青筋 在趙永哄小孩的時候 就衝進王云的房間 人前文質奔奔的區長 這個時候整隻瘋狗地在拍門 一邊拍王秦就一邊在罵 好像房間裡的並不是她的女兒 而是最大惡極的仇人 王云真是受救了 本來她應該感覺到很害怕 但是這個時候 她毅然決然地打開了門 一邊怨毒地看著眼前這個 被稱之為父親的男人 歇斯底里地在喊 既然你一點都不愛我 為何還要養大我 你這麼喜歡你那個弱智仔 讓她和你養老送中 王秦真是生氣 我就不應該養大你這個犯骨女 就應該和你妹妹 趙永喊著她 王秦 隨著趙永的這一聲 王秦終於好像李智回龍一樣 止住了話頭 她驚魂未定地扯著大戲 什麼回事啊 為何今天她感覺自己格外暴躁 王秦努力平息著自己的呼吸 驚而不定地上下騷擾著王腕 看到她腰間掛著御手的時候 王秦的臉色瞬間陰沉 她一手就把御手扯了下來 惡屎能登地扯著王腕的肩膀 將御手舉到她眼前 這些是什麼來的 你拿了什麼不乾不淨的東西回來 說完 王秦好像瘋了一樣 拿出打火機 狂躁地不斷地在按 將御手整個點著之後 扔了到地上 好兇死地扔了幾腳 王腕冷眼看著王秦 整隻瘋狗一樣在側問她 你憑什麼燒我的東西啊 不過是妹妹的東西來的 你在這兒心虛嗎 她說話都沒說完 就被王秦大力地刮了一巴 王腕被刮到 一頭砍在門框上邊 瞬間在額頭流下了鮮血 啊 看到女兒流血 趙穎短促地喊了一聲 然後 忍著嘴巴掩住嘴巴 王秦看到血 瞳孔緊縮 一下子 都有點亂了一陣腳了 蝕麗內掩地指著王腕 說了一句 你是不是瘋了啊 你是不是想來得我們 全家死啊 你是不是瘋了啊 於是轉頭 回到房間 嘴巴掩著一聲 關上門 王腕就這樣 靠坐在門框旁邊 眼神放空 淒麗地笑著 趕緊接著趙穎華裡的彭彭 整個人抽搐起來 後來甚至反白眼吐了白袍 趙穎驚恐地抱著彭彭 不停地在那裡飄著眼淚 彭彭 彭彭你幹什麼啊 你不要嚇媽媽啊 爸爸媽媽回來了 彭彭很開心啊 彭彭要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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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鵬快想想鵬鵬,而且鵬鵬經常覺得哪裏不舒服,好像無法呼吸 鵬鵬很害怕青,看著姐姐和爸爸在吵架 黃雲說 既然你一點都不愛我,為什麼還要養大我? 你有本事殺了我? 我就不應該養大你這個犯骨女,就應該和你妹妹 黃雲! 妹妹?鵬鵬不是最小的弟弟嗎? 為什麼會有妹妹? 就在鵬鵬疑惑的時候,姐姐突然被爸爸一巴掌 打到撞到門框出血 聞到血腥味,鵬鵬突然興奮起來 啊,鵬鵬想起來了 她逆轉頭,在鏡裡倒影出來一個即將捉月的新生意的樣子 不過,已經整身腫脹到看不清楚五官 皮膚更加是青白心人 她笑了一下,鏡裡的小孩都跟著嘴角上揚 嘴角一直裂到耳根 瞳孔竟然沒有絲毫的黑色 全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原來,她就是妹妹 皇家那個,不為人知的 連名都沒有的,一生下來 就被人奪去生命的妹妹 原來,爸爸媽媽一直在騙她 他們還叫她做彭彭 還說買新衣服給她 還說會補償她的愛 騙子,全部都是騙子來的 若之後是如何 我們下回分解吧 第十三集 在蕭茫給皇媛的 擺有皇弦的御守 給蕭了的那一刻 她就感受到了 蕭茫笑了一下 哼,想不到 這麼快就開始了 黄秦入房後 緊張地拉開衣櫃 找到一個按鈕 他手震震地按下了 就是這一陣子的操作 黄秦已經成頭大汗了 好緊張地等著大門 緩緩開啟 隨著大門的打開 是一個小小的內室 呈現在前面的竟然是一個供奉桌 上面擺著一個小小的牌位 這個時候 兩邊的紅竹異常活躍地抖動著 火蝕透著詭異地震動著 黄秦鎮著手 選擇了三支最粗的香點著 但是這麼旺的竟火竟然點養都點不著香 黃秦嘴入邊不停在重覆著 別生氣了 別生氣了 彭彭 爸爸帶了你最喜歡的香 你忘記了嗎? 你不是說你最喜歡爸爸的嗎? 而抖動的竟火突然之間變成藍色 彭彭在尖利地控訴著 騙子 騙子 黃秦更加害怕了 她的牙齒不受控制地打著冷鎮 右眼皮開始劇烈地跳動起身 雙手震到指向怎樣都對不著蠟燭 她知道這炸香如果再點不著 今天所有人都要死在這裏 黃秦扯大氣用隻牙狠狠地咬著舌頭 取出舌尖的血色素抹在香上 嘴裡不停在暗沉著 彭彭乖 彭彭乖 爸爸最愛的就是你了 你才是爸爸最喜歡的那個 是爸爸的心頭肉來的你 而這次黃秦再點香的時候 竟然真的被他點著了 知香著的那一瞬間 黃秦長長地輸了一口氣 她快速地將住香插進香爐 嘴裡還不停在誘惑安撫 彭彭真厲害 爸爸最愛的就是彭彭 在確認一切恢復正常之後 黃秦整身都被汗浸濕了 她筋疲力盡地從室內退了出來 關門之後 去脫的她跌坐在床邊 整個人看上去好像老了十歲 法師之間竟然傾黑霧出幾縷白髮 在香點燃的那一刻 餐廳裡抽足的彭彭都慢慢平靜下來 趙詠感受到華裏裡的小孩終於平息下來 很後怕地抱著她不停在那裡哭 這個時候一直發呆地坐在那裡的黃腕 慢慢站起來 她走到趙詠面前 看著這個被稱之為母親 曾經都把她捧起手心的女人 她緩緩地蹲下身 看著眼前這個 不知道在哭還是在笑的趙詠 黃腕說 你看看你抱著的是什麼 你寧願抱著這個這樣的東西 都不願意抱著你的女兒嗎 趙詠伸著對手 痛苦絕望地抽一 但是 怎樣都不願意放開手一邊的兒子 即使黃鵬是個傾形 天生就生了一塊 跟正常人不同的面子 即使她已經兩歲多了 還是不會走路 除了爸爸媽媽 什麼都不會喊 但是 這一個 都是她生出來的兒子 她最最最最重要的兒子 蕭瑩 蕭瑩頭一天開了個大間 第二天就直接分到黃焦白眼 吃完中午飯之後 一直到太陽照到頭殼頂的時候 才又再又再來開門 想到剛剛到手的巨款 蕭瑩開門之前 還拐了去斜對面的潮玩店 選了個最新發售 她來來回回看了好幾次款式圖 果然 還是隱藏款的亡靈妹妹 最好看呀 蕭瑩隨便選了一個 搖了一下 嗯? 有氣 賣完單之後 在店鋪門口 蕭瑩就迫不及待地拆了個盒 哎呀 一發入魂 蕭瑩很開心地 抱著亡靈妹妹就準備去開門 今天這麼好運 實有大單 然後 真是被她見到了 已經在這裡等了很久的黃昏 蕭瑩看了一下黃昏 再望著在客手裡面的亡靈妹妹 跳了一下眉 頓時 掛上了營業的眉笑 這位客人 真是久等了 耍一會兒 蕭瑩拉起個閘門 做了一個請進來的手勢 黃昏對著她抖了一下頭 就走了入屋了 蕭瑩示意黃昏坐一會兒 而她呢 要做一些開店的準備 順便 再剛剛抽到的亡靈妹妹 擺在一桌貨架上 好小心地 用防塵罩 罩了起來 走近一看 這個貨架上 擺放著很多 這樣的潮玩 盲盒公仔 排列一致在貨架上 一邊 還掛著非賣品的牌 對於第二次來的客戶 蕭瑩招待起來 都更加到位的 她拿出了蕭老爺 專門的茶葉 向黃昏示意了一下 黃昏呆了一下 搖了下頭 蕭瑩就隨手倒杯溫水 擺在她面前 然後 坐在黃昏對面 笑騎騎地看著她 這位客人 不知道 你今天過來 是有什麼其他需要啊 黃昏都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鬼屎神差地 又來到蕭瑩的店鋪 昨天的符買回去之後 黃昏倒氣 沒有聽老闆娘的說話 就直接拿出來 雖然 好像確實有些說不出來的作用 但很快就平息了 今天照早 她的父母 又重新恢復了往常的樣子 現在 到符被人燒了 黃昏總是有點不甘心啊 她不甘心 這件事就敢無疾而終 更加不願意相信 父母到現在 還看不清楚真相啊 黃昏咬了一下唇 開口說 你給我的符 不小心被我弄不見了啊 你可不可以 賣多一張符給我啊 蕭瑩扮得很好奇的樣子 不見了? 黃昏咬了一下頭 蕭瑩露出有些抱歉的神情 不好意思啊 這位客人 這樣的符 每一位客人 只可以從我們這裡買走一次的 聽了蕭瑩的說話之後 黃昏就有點心急了 我有錢的 我可以加錢買 但是蕭瑩還是抱歉地說 真的沒有了 不過呢 黃昏即刻問 不過什麼? 你會不會說什麼? 我可以說什麼嗎? 我可以說什麼 我們下回分解了 關注千般風流 聽更多鬼故 第十四集 这位客人 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 小店还有一种更加厉害的符 保证可以令你心想事成 不过会贵一点 黄缓喜出望外 真的?多少钱? 少盈勾了一下嘴角 笑了一下 缓缓套出了一个数 五皮 听到这个价钱 一直叫囂着说自己有钱的黄缓 都呆了 少盈看着她糾结的样子 然后伸出手在嘴边凝了一下 哎呀 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看起来都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生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你当我没说过 萧盈说话都没说完 黄缓就状弱痴狂地在那里喊 我有啊 我有的 她一边说 一边好意切地握着萧盈的手 我有五万元的 你等我啊 好快回来 萧盈好猜意地望着黄缓 最后还是笑着应她 好啊 这位客人 那我等你了 萧盈就这样目送着黄缓远去的身影 同时都看着那个 在她肩膀上的小孩 转转头 对着她笑 萧盈温和地对着她入了一下手 她在心里默默在想着 小孩 好快就结束了 萧盈在店铺煮了整个下午的剧 期间甚至还补了个午觉 说到周末 在繁华的老城商贸区 萧盈的风水铺 生意竟然差成这样 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 都不单止因为这间铺 做的是比较冷门的风水生意 更加因为 传说这间风水铺 只得有需要的人 才可以见得到的 如果不需要的人 就算每一天从她门口经过 都不会有半点 要踏进去的想法 所以 这个黄缓可以见得到 萧盈的风水铺 并且促成生意 并不是单纯的缘分 更加像是 冥冥之中 风水铺 在这里召唤黄缓的道理 你觉得呢 萧盈今天很难得 天黑都还没关门 她点了一份外卖 慢慢地吃光了 心想 差不多是时候的了 果然 没过一阵 黄缓就急急地地 推开了风水铺的大门 门上边的风铃 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响声 萧盈恶高头 看着黄缓 出声招呼她 你来了 客人 黄缓的气都没透须 就快步跑去萧盈面前 举起手机就要数码 是不是五万元啊 我现在就给 但是萧盈就先举一步 掩住了立牌上的二维码 等一会儿 这位客人 买卖但求自愿 银货两清 盖不赖帐 后事如何 与人无由 你清楚没有 黄缓立刻在那里答应他 清楚清楚 萧盈满意地笑了一下 才送开了 掩住二维码的手 事已黄缓 可以开始掃了 随着钱银落袋的声 铺头里边 传来着 支付宝道账 支付宝道账 五万元 萧盈来到了 挂住非买品字样的货架前边 拿着那只亡灵妹妹来 这位客人 只要你将这只公仔 扒向你想驱赶的 那只亡灵的牌位前边 摆一个钟 就自然可以驱走它了 但你要记住 二十四小时内 必须将 装有亡魂的公仔 带回来给我 如果不是的话 萧盈笑奇奇地 看着黄缓 举着手里边的亡灵妹妹 好冷酷地说 会加破人亡的 黄缓一面热切地 望着萧盈手里边的公仔 但是 她听到萧盈说的牌位的时候 面色一僵 我不知道 她只是恶高的头 望着一眼 牆上掛着的钟 轻轻开口 客人 再不快点的话 就来不及了 不知道黄缓想到什么 都不再糾结这个问题了 面色一遍 接着萧盈手里边的亡灵妹妹 公仔 就立刻走了回家 萧盈看着黄缓离开的背影 收拾好些东西 闪门落闸 萧盈在心里边 淡淡地想着 希望明天 可以等到黄缓回来 而不是 欲之后是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 关注千般风流 听更多鬼故 五集 黄缓捧着萧盈给的亡灵妹妹 就急急脚地赶回家 萧盈在公仔头里边 塞了她亲手画的红符 只要黄缓可以将公仔 放在黄巡 和妹妹置办的香炉里边 就可以将亡灵暂时收入符里边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将她交回萧盈 萧盈就可以帮这家人 化解这场风波 一旦当中有哪个环节出错 这样就会彻底陷入万劫不复 但凡凡作过业的人 通常都没有人可以成功送回公仔 黄缓回来的 黄缓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只有玉儿嫂和龐胖在这里 黄巡和赵穎一起参加了应酬 眼看父母都不在家 黄缓很开心 她一夜拼开 人不人鬼不鬼的弟弟 向父母的房子冲进去 进了房之后 黄缓在这里快速炒起来 她知道 这个香炉 一定就在父母的房间里 黄缓揭开床板 拉开个柜 床底下 甚至是每个柜桶 她都认真地敲过了 依然找不到 萧盈港的那个香炉 她很心急 就在她插着腰 周围望的时候 她突然之间 发现了衣柜里 有一个很奇怪的按针 黄缓突然之间 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她找到了 但是黄缓没有注意到 随着她不停在那儿找东西 房子似乎越来越冷 而她背后 好像有一对眼 一直在那儿 似笑非笑地 夹住她 姐姐 你在那儿找什么呀 黄缓突然之间 听到身后 传来着一把这样的声 只是男仔 又只是女仔 只是小朋友 又只是少女 好像是个人 但是又不像人 她瞬间就飙了冷汗 全身都在打冷震 甚至 不够胆转过身 但是 就在下一秒 她感觉到 一个小小的身影 直接贴上了她的后背 两只手 她看着她的肩膀 捉住她的肩膀 对着她的耳朵 很调皮地说 姐姐 你是否在找这个呀 然后 竟然是一个很小的牌位 从侧面 伸到了她面前 上面写着 吾仪 黄鵬之灵位 看到牌位上边 竟然写着弟弟的名字 黄缓全身打了冷震 但是 她突然之间 在脑海里面闪过一个念头 既然牌位在这里 那是不是 一想到这里 惊得动得不敢动的黄缓 突然之间暴起 淹出在袋里面 摆住的亡灵妹妹的公仔 轻转身 很大力地 拍在黄鵬的面上 一边出行力地按住 一边很狠泪地说 去死吧 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换句贴在黄鵬身上 好像隐隐约约 闪着红光 她瞬间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令人头皮发麻 换除着尖叫声 黄鵬开始激烈地抽动起身 又好像昨天一样 吐了白袍 看到她的样子 黄缓瘫狂地笑起身 她双眼通红 一直在笑着 嘴里面不可抑制地说 没有人啊 没有人可以取代 我在爸爸妈妈心里的地位 就算你人不人 鬼不鬼 我也不怕你 我可以弄死你一次 就可以弄死你第二次 哈哈哈哈 过了一阵 黄鵬就躺在地上 抽搐的动静越来越小 而这一幕 被进来找龐鵬的张依 看在眼里面 她吓得慌失失地 跑了下楼 连鞋都来不及换 打开道门就打算冲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黄秦和赵永返回家了 他们刚刚进门口 就听到楼上奇怪的声 还有急急脚想走的张阿姨 赵永很奇怪地问 阿姨啊 楼上是什么声啊 鹏鹏呢 但是张阿姨 依依依依依依依 每次都不敢出声 甚至都不敢 跟赵永对视 她很害怕地说 太太 我有点事 很急的 我先走了 说完 竟然完全不顾赵永的反应 不停地冲出去 她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 快点走啊 快点走啊 这家屋的孩子 是个魔鬼来的 看见张阿姨这样的样子 赵永和黄秦两个人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再望一眼他们的房间 同时面色巨变 向着房间冲进去 等到两个人进入房间 看到的就是躺在地上 动都不动的黄鹏 和坐在一旁 看着公仔 笑得很恐怖的黄鹏 赵永经叫了一声 就向着黄鹏扶走过去 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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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啊 不停地在哭 皇上不可自信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仿佛 她才是一个真正的怪物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残忍的 我残忍 明明是你们 是你们重男兄女 是你们养鬼仔 还特意生了个怪胎 来给这个鬼仔托生 这些全部都是你们的报应 是你们一心想要个儿子的报应 黄鹏终于忍无可忍了 暴影 我们的暴影 我们这样做 究竟为了谁啊 是啊 为了谁呢 黄鹏十岁的时候 二胎政策都还没开放 但是 针对黄鹏这样的情况 第一胎生的是女儿的话 内部是允许他们追生多一个小孩的 黄鹏和赵永一直都很恩爱 对黄鹏都是极尽恩宠 即使黄鹏的妈妈 常常都怨怨恶恶 想要生个孙 但是黄鹏不愿意 她一直护着老婆 老太太都没办法的 更何况 之前独生子女政策就放在那里 为了个儿子的仕途 就算她是什么都不识的老太太 都不够胆如举 不过 允许追生的事一出来 不知道怎么样 就传到老太太的耳朵里面了 她哭着 哭着 就想要个孙子 赵永都不想皇上为难 都想有个小孩 可以和皇后做个本 到最后 都还是再要了一个 有了的时候 老太太甚至 还专门找了乡下的神婆 老太太摸了一下 说一定是个儿子 老太太当时就很开心了 包了封大礼士给个神婆 但是想不到最后生出来的 是个女儿呀 那就真是惹着老太太了 看都不愿意看一眼的小孩 连带着 还要在这里租责 还在坐穴的赵永 直接搞到赵永血崩 进了医院 那次之后 赵永就落下了病根 按照医生的说法 赵永再怀孕的机率 微乎其微 那真是合了老太太的心意 她是不喜欢的小孙女 但是都不够胆 做伤天害你的事 就是挑拨着黄春 乱乱与赵永离婚 两个女儿都不要了 重新娶多个女人 可以再生一个 连人选 老太太都密释好了 当日 就直接带着她选好的媳妇 上门逼供 直接把刚刚从医院出来的赵永 激到又吐了血呀 黄春真是生气了 看着老太太 越看越生气 但很快更加可怕的事 发生了 那时才十岁的黄缓 看着家里 因为妹妹的道理 竟然乱成这样 从来都不喜欢她的妈妈 一日到刻 只懂得骂人的妈妈 竟然还把她妈妈 寄进医院 她想把一切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明明妹妹未出现的时候 一切都好地地的 这样的话 黄缓望了一下 睡在婴儿床上的妹妹 笑了 呵呵 那 令妹妹消失就好了 就在客厅 吵到不可开架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 黄缓慢慢地 向着主岸里面的婴儿床 走过去 啊 环缓 刚刚站在主岸门口的赵詠 看到眼前的场景 简直不可自信 整个人遥遥欲罪 她悲痛欲绝地 喊着自己的大女 怎样都不相信 她一直以来 極盡心力呵护的宝贝 竟然会那么可怕 只是见到 黄缓拿着把剪刀 有一下 没有一下 在这里堵住 还在强宝里面 还未触悦的妹妹 而妹妹 全身因为哭到 一口气都吐不上来 而全身发指 又渐渐变得发黑 就在黄巡急到 要冲上去 搶一把剪刀的时候 黄缓仿佛 终于掌握要领地 对着妹妹的颈 一下 插了下去 毛边的血光 刺痛了赵詠 和黄巡对眼 随着这一下 妹妹彻底 没有了气息 黄巡和赵詠 悲痛欲绝 产后接连不断受打击的赵詠 直至 暈了过去 而黄巡第一次 绝望地 用魔鬼一样的眼神 望着眼前这个 笑得好像天使 那么可爱的大女 在外面 意识到出事的黄老太 乱乱赶走了 她找过来的 要嫁给黄巡的那个女人 在她眼里 谁都比不上自己的儿子重要 她精心培养出来的儿子 怎可以因为两个 虚钱的孙女 而毁了 她趕了人走之后 急急地走回来 看到呆在原地的黄巡 和暈了的赵詠 然后 好恶死地对着黄巡说 我带个小孙女走 接下来的事 不用你管了 你搞定赵詠和缓缓 不要让他们到处乱说 就行了 黄巡心乱如麻 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一边是无辜 又可怜的小女 一边是很痛惜 又养了十多年的大女 还有刚刚生完小孩 暈了在旁边的老婆 见到黄巡目衲的样子 黄老太太 用她那一对 做了一世孤立 生了老枕的手 狠狠地夹着了个儿子的面 大声喝她 清醒点 你是个男人 你还有整个家要担住的 你很不容易这么年轻 做到了局长 如果缓缓这么小 就杀死了自己亲妹妹的事 被人知道了 你的仕途就全部都毁了 黄巡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 皮肤黑黑的 整面皱纹 因为年老和英勾鼻 显得海人无比的母亲 整身震着地说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想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欲之后是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吧 关注千般风流 听更多鬼故 第十七集 是 黄巡 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一个人把你养得这么大 熬了这么多苦 才令你从乡下走出来 你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些小事 而毁了你自己的 难道一条命在你眼里都是小事吗 是 女孩子的命不是命 说完之后 黄老太用一张床单 将已经断了气的妹妹 包了起身 扎得严严实实 连望都没有望赵永和黄魂一眼 轻转身就走了 黄巡将妻子送去医院之后 急急地赶回家 清理那些血迹 黄巡实在不知道 要如何面对黄魂 但是 她没有办法不面对 黄巡只可以握住黄魂的相悲 对她说 黄巡啊 无论谁问你也好 你都要说黄巡是因为生急病突然间消失了 你知不知道 黄巡眨眨着眼 天生无邪 甚至有点开心 哼 知道了 那以后 是不是我们一家人 还可以开心心地在一起 妈妈是不是不会来了 听着黄魂的说话 黄巡强忍着眼泪 摁了下头 是啊 我们一家人 都还是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耶 太好了 爸爸放心啦 妹妹知道啦 黄巡看着这样的黄魂 骨肉至亲 也是一直被奉为掌上明珠的女 她连一句说话都说不出来 扯出一个僵硬又尴尬的笑容 她就急着出门去看医院的赵荣了 而黄老太刘秀芳抱着阿妹一路直奔乡下 来到乡下后 她连自己家里的门 都顾不上行进去 就细细细细细细地 杀到神婆那里 刘秀芳一脚按开门 神婆在一个人驴里 刘秀芳直接把自己抱一路 包着阿妹尸的尸铁 丢在神婆面前 指着她就开始撒毛拉了 好你的神棍啊 虧我还封了两百元的大红包给你 你看下 这个就是你说的 我们皇家的总 明明就是一个妹妹仔来的 刘秀芳抱了一路 妹妹的丝已经有点缩缩了 再被她这样一丢 那条丝 直接从包到实一实的皮里面 滴了出来 一时之间 那个神婆的鸡都不再吃东西了 一只二只走过来 就要刀那条丝 神婆一开始就想着 包的是什么东西来的 认真一看 竟然是一个 被戒断了条颈的女孩子 她即时刻到傻了 乱乱把她院里面的鸡赶开了 哎呀 走开走开 这些东西都是你们配吃的吗 下一世 连畜生道都进不了 眼看刘秀芳又要发烂炸了 神婆抢先一步 开口说 你媳妇土里面的那个 本来的确是个年轻来的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女孩子 就要问她自己了 听到神婆的说话 刘秀芳面色都变了 她咬牙切齿地说 你什么意思 难道是那个生不出蛋的东西 自己做的碟 神婆摇了下头 你个媳妇吃了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个孩子既是男孩又是女孩 只不过 你看到的是女孩 什么叫既是男孩又是女孩 那不就是怪胎 我不管 没有和我搞起了些不等死的 你就说了 你要怎么赔 黄秦的老爸很小就死了 刘秀芳自小 一个人将黄秦带到这么大 在芳圆纪里 是出了名的残鸡 本来 他是不敢这样 跟神婆说话的 但是 现在生气爆爆 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神婆望着地上的小孩 也都觉得很晦气 他想了一下 跟刘秀芳说 我可以帮你再求多一个孙 但是 你们皇家自己做过的孙 总有要还的时候的 刘秀芳都是个人精 他是想要孙 但是 这边的龙鹿 他一定要搞明白 要还什么 这个小孩 本来在梁胎制个男孩 但是 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媳妇 求了个什么偏方 搞得不男不女 那便做了孙 现在 那个小孩刚刚出生 都还没满意 就死了在你们皇家人的手里面 那更加是大孙 啊 就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你们皇家必然要断止住孙 如果想破 我就要将这个孩子的魂拍禁住 再用他爹娘的血肉张养住 加以时日 他就可以重新投胎 成为你们皇家的小孩了 不单止可以投胎 还可以望你的儿子的事业 但是 凡事有得必有失 血肉张养 要损耗极大的心血 那个小孩出生 那小孩出生之后 三年 父母就会力竭而忘 到时候 这个小孩 都会想起你们皇家 对他做过的孙 到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小孩 来拿债的时候了 听了神婆的说话 刘秀芳一想 那不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都好 皇家的香火都会断 欲之后是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了 关注千般风流 听到第十八集 或者是看出了刘秀芳的想法 神婆又开口了 如果只是用她妈妈 自己的血来张养 到时候 一切都会报到 她妈妈的头上 个小孩结了缘 自然就可以好好的 做皇家的小孩了 听到这里 刘秀芳很高兴 那就適合她心脆了 就这么做了 神婆 我要怎么做 神婆看着自己 又从神军 变成了神婆了 冷笑了一声 好简单 带你媳妇过来就行了 但是设计 不可以超过 孩子的头七 到时候 如果这个小孩的魂魄 走了去投胎 大罗金才来了 都没办法了 听了神婆的说话 刘秀芳 把小孩扔掉了 把小孩扔在里面 说着她 转身就走出去 要把赵穎 找回来 刘秀芳 走了之后 神婆看着 就这样扔在地上的尸体 叹了一口气 走到前边 慢慢地 把小孩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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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扔掉了 你投胎来这一家 都是苦了你了 不过很快 你就可以自己报仇了 听这样的意思 好像里面 还有什么旁人 不知晓的隐情 原来 神婆当年 还没做神婆的时候 曾经和黄秦的爸爸 偷偷地在一起 神婆本来满心欢喜 以为黄秦她爸爸 会打破世俗的偏见 和她在一起 但是想不到 最终被人耻乱中气 黄秦的爸爸 嫌弃她是神婆的口袋 怕生点不干不正的东西 就在她刚刚 有了生忌的时候 抛弃了她 后来 神婆的宝宝没有了 永远都生不了孩子了 继承了祖辈的衣缝 选择永远留在大山里面 而神婆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骤死了黄秦她爸爸 因为黄秦的爸爸 和神婆之间 有一条英灵的因果 所以神婆这件事 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后来神婆不愿意为了一个男人 害了自己一生 就没有再对黄秦和刘秦芳 做些什么了 她和黄秦爸爸的事 也都成为了永远的秘密 但是想不到 刘秦芳这个女人 竟然找她摸一下 心抱土里面的小孩 是男是女 从天而降的大饼 难道她可以不接吗 神婆是不愿意因为一个渣男 而坏了一生 但是有机会令到这一家人 断止绝孙的话 有什么理由不做啊 当时她就摸出了 赵永土里面是个女孩 但是就故意骗她说是男孩 用二十年的寿命 来尝还这份恩果 可以令皇家养了这只鬼仔 好值得啊 她就等着 这只鬼仔 来帮她报了这个 不共大天的血仇 至于皇家这个媳妇 可不可怜 她就不理得那么多了 当年 同样没有人可怜过她啊 刘秀芳急急忙忙地赶回去 知道赵永在医院之后 亲着皇秦去了上班 连忙冲了过去医院 见到还躺在病床上的赵永 就打了过去 你这个赤人 天天最坏都是你 我好弟弟的孙 被你累到 变成一个无用的蝕钱货 我皇家被你害到断止绝孙了 你还不敢躺在这里 你跟我走 赔上你这条贱命 都要和我皇家留下的孙了 躺在病床上 起都起不了身的赵永 只可以缩一够 在床上边 发出无力的哀嚎 她哭着在那儿求要 妈妈 你说什么 我怎么会伤害我自己的弟弟 神婆说了 你肚里本来就是个儿子 是你自己吃了什么 才变成个女孩 赵永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奶奶 居然会说出这么愚昧的说话 妈妈 男生和女生 有什么可能靠吃什么 就可以变成的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知的说话 刘秀芳这一世 最恨人家说她没有文化 她总是觉得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她没有文化 也不会嫁给她那个短命的老公 听到自己看不上眼的媳妇这样说 她就更加生气了 抓着赵永的头发 就撒她埋牆 如果不是因为黄秦请了半天假 刚好来 估计赵永会直接死在这里 黄秦赎泽上去拦住刘秀芳 妈妈 你在搞什么 你可不可以没有搞那么多东西 不要再吵了 行不行 我吵 你不知道你这个老婆有多核心 欲之后是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吧 关注千般风流, 听更多鬼故 第十九集 你知不知道, 就是驱河到我们家断子绝孙的 妈,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别再吵了 没儿子就没儿子了, 我们不要加重屋币好不好? 不行, 我告诉你, 让赵榮跟我走 只要他去了, 我们皇家还可以有后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 妈, 那你只是想逼死我 我去 赵榮, 这件事不关你事 王秦, 我去 王秦惊讶地, 看着一面坚持的妻子 忍不住问他 爹, 爹解呀? 赵榮淒厉地笑了一下, 看着他 哼, 我还有得选吗? 赵榮都算是看明白了 他这个奶奶已经走火入魔 如果自己不走这趟的话, 这头家就要散了 更何况, 医生都说他伤了根本 很难有小孩的了 他都不信, 奶奶还可以搞些什么花神出来 如果真的可以有多个小孩 那, 都不错呀 怎样都好过现在这个 徐徐扁扁, 就堆了自己阿妹的女儿呀 但是, 怕了这个女儿的, 又何止她一个? 难道黄秦和刘秀芳就不怕吗? 赵榮在黄秦悲痛的眼神中 跟着刘秀芳 行尸走肉地翻了向下 找到了神婆 叫她给血就给血 叫她挖肉就挖肉 好像个人还在生 心就已经死了 神婆搞了一大轮之后 把赵榮的血肉和小孩的丝一起烧了 开了灵堂, 祭拜了七天 最后, 给了一盒骨灰给赵榮 神婆说 这盒骨灰拿回去之后 要记得供奉起来呀 一定要明火 香火不可以断的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 小孩走的时候 虽然很小 但是 已经可以记得 是谁伤了他 那个人在家 千万不能见到新鲜的血气 那些孩子 净醒了一个小孩 是会出事的 这个小孩将来投胎 还是会做你们的小孩 你们供奉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改的是将来小孩的名字 不可以单独改名给他的 如果不是呀 万一他记回自己的事 一样会出事的 唉, 好了 拿回去好好地供奉啦 不出三年 你们又可以有个小孩啦 唉, 是啦 万一觉得不妥的话 至亲的鲜血 可以暂时克制住他 但是 这个办法很伤身子的 一定要神之有神啊 最后 神婆和刘秀芳交换了一个眼神 将个小孩出生之后三年 赵穎就会死的事 隐瞒了下来 将骨灰 真重地交到赵穎手里面 神婆说 一定要小心啊 不可以有半点闪失的 赵穎接过之后 吹了一下头 刘秀芳都总算满意啦 阴阳怪气 一卵嘴说完 就打发赵穎自己走了 他才懒得和赵穎一起回去啊 对着个杀人犯 真是无管得动买啊 赵穎捧着骨灰盒 一个人回到了家 黄秦看着面色仓白 捧着骨灰的妻子 就走了过去 怎样啊 赵穎捧着手里面的骨灰 蜂魔地笑着 眼泪从眼角 一滴一滴滴滴了下来 黄秦 我们的孩子没了 她甚至连名都没改 就没了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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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妻子现在的样子 忍了很久的黄秦都眼眶通红 忍不住流光眼泪 黄秦 你去找个地方 把个小孩拱起来啦 那个神婆说了 一定要明火 绝对不可以断了香火的 啊 对了 那个神婆还说 要帮她立个牌位 用我们下个小孩的名来命名 会是个男孩来的 还不可以让她闻到 缓缓的血气 如果不是的话 只有爸爸 至阳至光的利尖血 才可以压制住 赵穎越广越冷静 到最后 一面莫言 冷冷地 对着黄秦 举着骨灰 黄秦一开始 是闹着头在听的 越听她就越怕青 最后 甚至有点惊恐地 看着赵穎手里面的骨灰盒 后退了两步 那… 那就是养… 养鬼仔呢? 赵穎勾了下嘴唇 轻滅地笑了 哼… 是啊 那就是养鬼仔咯 这一个 就是你妈说的 生儿子的方法 用你女儿的命 去换一个儿子呀 讲讲下 赵穎就这样直直看着黄秦 黄秦狼狈又瘡茫地 拎着头 我… 我真的想不到会是这样的 你真是想不到吗? 赵穎看着眼前这个 缩紧沙的老公 心里面一点波难都没有 或者… 她曾经真是很爱她 也都一直是真心维护她的 但是… 当她偷看到 那个神婆把妹妹分屍之后 再用个钉 钉着四枝和五藏六虎的时候 她那个所谓的奶奶 就是那么喜悦 甚至是那么兴奋地看着 她就很恨呀 好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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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恨死那个 更可怕过鬼的奶奶呀 恨死那个 说谎的神婆 恨死这个懦弱的丈夫 甚至… 她都很恨 她一直以来最宝贝的女儿呀 赵永平静地想着 甚至… 带着一抹笑意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一起落地獄啦 哈哈哈哈… 獄之后是如何 我们… 下回 第二十集 黄秦看着这么诡异的妻子 甚至感觉到恐惧 她试探地说 那… 不如我们把阿妹… 安葬了先啦 赵永慢慢轮转身 看着黄秦 老公呀 但是… 阿妈说想要个孙子呀 供奉着这个小孩 就可以有个孙子的了 而且… 我听说 养了鬼仔之后 对人的事业 会有很大的助益 我们还是公主啦 神婆都说了 如果不按照她说的来做 是会出大事的 我猜… 可能… 会被反舍丧命呀 听到邵永说 说对事业有在意的时候 黄秦有些动摇啦 他这么年轻做到局长 已经相当不容易啦 没背景的话 只可以挨支力 如果再上一步 简直就难过登天啦 如果真的行的话 看到黄秦这样的样子 赵永又补了一句 我听神婆的意思 如果你愿意用你的血 将养着这个小孩的话 可以更快达成你的心愿的 而就是这句 彻底性腾起黄秦的欲望 他摁了一下头 然后… 一面心情地 将赵永揽入怀中 辛苦你啦老婆 今次件事 真是委屈了你 赵永在她怀里 慢慢拉开了一个笑容 嘻… 有什么好委屈的呢? 反正… 大家都要死 之后 黄秦就完全按照赵永的意思 和妹妹设置走牌位 香火不断 甚至 在黄秦想晉升的时候 还会主动献上利尖血 赵永看着黄秦 自己一步一步踏入心愿 甚至还有一些想感谢她奶奶 如果不是这个白爷婆 谈自己的儿子 怪责她养鬼子的事 所以全部都叫赵永传话 计划都不会那么顺利呀 很快 赵永就真的有了 而黄秦 也都成为了最年轻的… 父区长 一时之间 黄秦真是春光满面 他好倒定 赵永这一胎 一定是个儿子 甚至 还放弃了区里面的会议 陪赵永去铲监 但是 都被赵永 以工作为重 软拒了 黄秦还以为 是赵永他细心体贴 但事实 只有赵永自己 才知道呀 有位赵永怀的孩子 是个肉眼可见的 妻婴儿 十二周照B超的时候 医生就一面凝重地 建议他下了这个BB 而赵永啊 华之他呀 他直接放弃了铲监 他摸着肚子 小声在那里说 BB呀 妈妈这一次 绝对不会被任何人 再伤害你了 任何人都不可以呀 一直到他作动 家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一直没有做铲监的 黄秦就是他刻意瞒着 而刘秀芳 本身就觉得 铲监是骗钱的 用刘秀芳的说话 他们那个年代 有什么铲监呀 不就直接等接生婆摸一下肚子 一个二个生出来 不就又好地地 赵永听着他妈妈的说话 在一边甜蜜地摸着肚子 一边笑着颌头 当赵永要生的时候 他特意拖着不说 直到症痛来了 才叫黄秦送他去医院 来到医院之后 发现什么铲监记录 已经来不及了 三胎就生得快些 当时 赵永已经开了八指 直接进了铲房 孩子的头都快出来了 最后 当座产师 从赵永的肚子里 把孩子捧出来的时候 就算是多见多色广的医生 都差点 吓得抱不住孩子 还是在旁边 帮手按着胎盘的老座产师 稳定一点 面不改色地 把孩子抱起来 甚至 还把孩子抱出去 给家属看看 看到孩子的时候 黄秦瞬间就吓得懵得 而刘秀芳 直接反白眼 暈倒了 老座产师 都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 又不方不忙地 把孩子抱回赵永身边 只是回去的时候 他对赵永说 赵永 我们往日无冤 今日无仇 你找我们接生 已经是害了我们了 这个胎盘我们要拿走 烧掉它 以后出了事 都找不到我们 赵永抱着那里的BB 闹了下头 是我对不起你们 老座产师拿起胎盘 就乱乱乱 拿着那个年轻的座产师 出了产房一阵之后 那个年轻的座产师 手腾脚震地说 师…师…师…师傅 那是什么回事 老座产师捧着胎盘 一面严肃地回到办公室 从最底下的桂桶里 拿了一盒火柴出来 急急地 带着那个年轻的座产师 向着外面走 老座产师说 那个小孩 是鬼头胎啊 年轻的座产师 瞬间吓到懵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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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 真的有这样的事吗 我接生了一世人 总共见过两次 上一次见到的时候 我都和你差不多大了 那时候 又是我师父带着我 他说 接生这样的孩子 会接受十年 如果这个孩子到时候反舍 全家富贵的 就连接生的那个 都会跟着没命啊 不过 如果得到他母亲的允许 把胎盘拿去烧掉 这场接生的因果 都算是了了 以后 这个孩子怎么养 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那…那…那…那为什么 会生了个鬼头胎的小孩呢 那…那…那当然是这家人 养了鬼仔了 唉…不理怎样也好 真是该灰了 别问那么多 知道得越多 死得越快 快点烧掉它 说完之后 那老座产丝 就在医院后门 没有人的地方 要烧胎盘了 一开始 那些火无论烧到多旺 都是一阵间就关掉了 烧极都烧不起身 两个人的面色 越来越难看 那个年轻的座产丝 吓得在嘴里面 不停地在那儿掩着 有怪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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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息啦 最后 还是老座产丝的一句 功过伤底 莫要糾纏 说完之后 把火真的烧了起身 看着这个胎盘 烧到全部变灰之后 两个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就是一天都光了 这一天都喝了 那些莫怪